脂肪分泌出来的一些有害的因子 而这些有害的因子呢 无论是对大血管 微血管 包括肾脏 都是有危害的 当一个糖尿病患者在合并有肥胖 你想多重危险因素 可以加重糖尿病患者患糖尿病肾病 中国的成年人最近的肥胖增加是非常明显的 最近20年应该增加了10倍左右 那么现在你知道中国的成年人当中 有多少操纵和肥胖的人吗 多少的 40%到50% 这是一半吗 对 你像我们这几个人 咱们六个人吧 那小剂估计是最标准的 对吧 但是在糖尿病人当中你到底有多少吗 70% 10个人有7个人是操纵和肥胖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要强调 操纵和肥胖对糖尿病肾病 同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有的人胖 他可能就是体现的部位不一样 那我们作为患上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标准 关键要看什么呢 总而言之呢 这个肚子越大越不好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拿腰臀比来衡量你 到底这个肥胖属于一个不好的肥胖 还是一个相对损害比较小的肥胖 为什么要拿这个量呢 就是因为肚子越大 腰围越大的人 它的危险越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肚子里的脂肪和皮下脂肪 大腿皮下或者上肢皮下脂肪是不一样的 肚子脂肪主要是不要储存能量 代谢不了了 你能量太多了 你吃的太多了 又不运动 我能量没地放了 我只能放在肚子里 所以这个脂肪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得已而合成的脂肪 而我们皮下脂肪和其他部位脂肪呢 是能量 机体故意地我把能量存起来 所以肚子越大的人 腰围比越大的人 它的风险就会越高 那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们来看看四位嘉宾的情况如何 我们在录制之前呢 已经得到了各位腰围比的数值了 清姐特别不想面对是吗 来吧 我们看看测试的结果 好 结果是 王磊的腰围比为 0.92 郭阿姨腰围比是0.80 郭阿姨腰围比是0.86 清姐腰围比是0.91 谁有糖尿病肾病的风险 除了郭阿姨以外 其他三位都有糖尿病肾病发生的高危风险 这个结果很不乐观 所以这个腰围比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男性是小于0.9 女性的是小于0.85 尤其我们亚洲人群 相对来讲 稍微胖一点就会出问题 所以就只有郭阿姨达标了 对 他是达标的 其他几位都超标了 就都得减减肚子了 包括减重 对 减重 所以呢 今天通过三轮测试 我们要给出大家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有患上糖尿病肾病的高危风险 需要亮灯警示的 是谁呢 面前亮起警示红灯的是 是王磊 清姐和康阿姨 其实这个测试结果并不代表着 我们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肾病 只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高危风险 大家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那第一呢 是肯定要去除这些高危风险 除此之外呢 那如果针对有很多的高危风险的 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去除高危因素肯定是第一步 那接下来呢 有没有一些药物 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手段 可以帮助这些病人 远离糖尿病肾病出现的可能性 现在呢 糖尿病治疗有一类新药 这类药呢我们叫这个裂静类的药 哦 裂静 对 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由于糖尿病 你血糖太多了 血糖太多的时候呢 这个剩下去滤过就收不回来了 全部都跑到尿里边 尿里不就有糖了吗 这类药呢 最初的发现和它这个设计思路的时候 很简单 把过多的糖从尿里排出去 别在血里呆着 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看这里边有不同颜色的小球 对不对 这个不同颜色的小球 红颜色就代表糖 葡萄糖 你看在这个动画过程上 你看好多糖是不是吸收回去了 对 把糖给吸收回去 把蛋白吸收回去 都从那个门上进到血里边 回吸收了 人体重吸收了 很少被从尿里排出去 对不对 对 好 根据这个原理 就设计了这一类的药 这个药进来之后呢 这个是把门堵上的 这叫受体阻断剂 我把门给你堵上了 我不让你回去 所以大量的红色的这种葡萄糖 就从尿里排出去 经过这些药治疗的二型糖尿病 肾脏疾病 心脏疾病的发病都下降了 肾功能衰竭 包括严重的肾脏疾病的发生率 下降了30%到40% 所以到现在为止 经过大约10年的临床研究 做了好多病人的这个临床的观察 把它作为一个治疗糖尿病 非常非常重要的药 一方面可以治疗糖尿病肾病 另外可以预防糖尿病肾病 有没有特别不适合吃这类药的患者 有啊 到目前为止 因为咱们现在 咱们四位朋友 你们四位糖友 两个二型 两个一型 一型糖尿病不能用这个药 到目前为止 这个药还没有在 一型糖尿病当中 做大规模的研究 另外由于它把葡萄糖 从尿里排出去了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人是缺糖的 缺糖就会分解脂肪 产生酮症 所以一型糖尿病本来就容易得 铜症酸中毒 所以这个药在一型糖尿病 千万小心不能用 另外这个药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由于你把过多的糖 从小便里排出去了 就导致什么呢 尿里糖越多 越容易感染 所以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 和生殖系感染的发生率 都会明显增加 当然了 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保持清洁 第二多喝水 你喝的水越多呢 它就吸湿掉这个糖 它就不容易泌尿系感染了 这个药还有两个特别好的作用 也是你的特别想知道的 减肥 它能降体重 相当于你无形中 就把我的糖给排出去了 排出去呢 这种呢 就相当于我少吃饭了 相当于你控制饮食了 对不对 所以它有减肥的作用 而且它的减肥作用 平均能减少两到三公斤 平均啊 如果你再扎上 控制饮食 运动 或者再加点其他的药物 综合来控制体重的话 有的人可以达到十公斤 所以呢 它在减肥也特别好 同时这个药呢 对血压也有一定的好处 对尿酸也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它同时 把尿酸也能排出去 对血压也有降低的作用 那如果它要是能够减肥的话 那太瘦的人 糖尿病病人 就不能吃这个药了吧 太瘦的人 我们一般不推荐 所以用药的门道 真的是太多了 必须要请教我们 专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 才行 不能够自己乱用药的 对吧 尽管我们今天讲了 这个裂经的药 对肾脏有保护作用 但是我们千万记住啊 我们糖尿病人 特别特别复杂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 你一定要去找你的医生 给你进行个综合的评判 评判完之后 首先决定 你有必要保护肾脏吗 你本来就没问题 你不用去故意保护它 对吧 除非你有好多高危因素 你知道我有高血压 我有肥胖 我对肾脏要小心了 这是应该的 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素 必建议说非要用这类的药 其他药提到了 相同的控制血糖的作用 哇 特别感谢 母主人给大家的介绍 既然糖尿病呢 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就需要我们长期的 去和它相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尽量地做好 自我的健康管理